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们如今呢 要是说唐朝有两大诗人 那咱一定会说是李白和杜甫 这个完全没有争议 那如果说唐朝三大诗人 应该嫁一个谁 这就有争议了 如果是古代 可能更多的人呢 会加上一个王维 因为王维号称师佛嘛 最擅长写山水田园诗 苏东坡说他是 诗中有画 画中有诗 对唐诗的审美有非常大的贡献 比方说咱们现在通行的那本书 唐诗三百首就持这个意思 你看选的诗一共是三百一十一首 其中杜甫是三十八首 李白是二十七首 王维是二十九首 这就是很多古代人心目中的 唐诗前三名 但是呢 如果是在近代以后 还说唐诗三大家 可能更多的人呢 就不选王维了 会加一个白居易 白居易呢 号称师母 他的主张和王维不一样 他说呀 写诗就不是为了审美 而是为了国家 为了老百姓 所以呢 他在诗坛发起了一场 著名的新乐府运动 什么叫新乐府呀 之前我跟大家讲过 说乐府是汉朝的一个音乐机构 负责采集老百姓的诗歌 让皇帝知道民间的疾苦 那新乐府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说我们这个不是民歌 是文人创作的诗歌 但是呢 我们也要反映民间疾苦 也要对政治有所帮助 比方说大家比较熟悉的 麦探翁 暧昧就是新乐府的代表作 那因为重视诗歌的社会作用 所以白居易呢 特别提倡写诗啊 要通俗易懂 通俗易懂到什么程度 传说呀 他没写一首诗 都要念给邻居的老太太听 老太太都听懂了 他才满意 这就是成语老欲能解的来历 那白居易重视老百姓 而近代以来呢 老百姓的地位越来越高 所以近代以后再说唐十三大家 很多人就说是李白 杜甫和白居易了 你看这种评价标准的变化 本身就是很有意思的历史变迁 不过呢 白居易不是只写新乐府 他信奉一个原则 叫做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 一旦政治上失忆了 他马上就能退回来 退到日常生活中去 退到心灵修养和精神快乐中去 所以呢 写了好多疑情养性的贤士诗 其实呢 也就是从他开始 贤士诗才成了一个真正的诗歌流派 对后来的中国文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那今天我们要看的这首 问刘十九 其实就是一首很经典的贤士诗 那这首诗写了些什么呢 先看题目哈 问刘十九 这个刘十九啊 肯定是一个姓刘排行第十九的一个人 唐朝人称呼别人呢 常常是这样 姓是加排行 比方说我们之前说过的元二 那就是姓元 杭二 那白居易呢 自己姓白 杭二十二 所以你看唐诗里头 如果写白二十二如何如何 那就是白居易 这个刘十九的情况呢 我们现在知道的不多 只知道他是河南的一个老百姓 但是他有一个很出名的唐兄弟 叫刘二十八 这刘二十八是谁啊 刘雨昕 我们以后还会讲 那再看知识点啊 白居易写诗其实是特别通俗易懂 所以呢 这首诗的知诗点只有一个 就是第一句 绿意 心配酒 其实在唐朝啊 所有人都知道这句诗是什么意思 只不过呢 现在酿酒技术变了 就成了知诗点了 那先说心配酒 心配酒指什么 指新酿的酒 唐朝的时候啊 他没有蒸馏酒 都是发酵酒 那发酵酒一定是新酒比陈酒好 就好比现在的啤酒 谁去喝陈酿啤酒啊 一定是喝新鲜的 绿又是什么呢 绿呀 是指浮在新酿米酒上的那个绿色泡沫 糖好的酒啊 都是酿好之后还要再过滤一点 滤好的呢 称为清酒 那没有绿的时候 酒面会泛起酒渣 这个颜色是有点微微发绿的 而且呢 有泡细如蚂蚁 这个就叫绿 有点像现在啤酒上那个泡沫 那知识点说完了 这首诗怎么翻译呢 端来了冒泡的淡绿米酒 稍忘了小小的红泥火毒 天色江湾 香要下雪 老朋友 您能否来喝上一首 这首诗写的好 好在哪呢 我说三个好处 第一个颜色搭配好 第二个动静结合好 第三个情感闲适好 先看颜色搭配啊 绿米新配酒 绿的 红泥小火炉 红的 晚来天遇雪 既然是晚上 天肯定是黑的 而这时候呢 雪虽然没有下 但是在你想象中 它已经要出现了 雪是什么颜色 雪是白的 所以你这样一想 短短的四句诗 二十个字 就包含四种颜色 红绿 黑白 非常精彩 那在这四种颜色里头呢 黑和白 这是属于冬天的颜色 是素杀的 可是呢 绿和红就不一样了 我们现在经常说 桃红柳绿 这个绿和红啊 都是春天的颜色 这样四种颜色一搭配 你就感觉寒冷之中 是有温暖的 就仿佛冬天里的春天一样 这是颜色搭配好 再看动静结合 绿以新啤酒 说新酿的酒已经倒好了 这是什么 这是静态 可是呢 因为酒没有过滤 所以上面浮着一层泡沫 像一群小蚂一样 但如今我们倒啤酒 还是会看见这样的泡沫 那这层泡沫逐渐散去了 就好比一个一个的小蚂蚁不见了 这是什么状态 这又是动态 那红泥小火锣也是一样的 红泥炉本身是静态 但是呢 有火苗在跳动 这就是动态 晚来天欲雪 暮色苍苍 天地之间一片静密 可是天欲雪意味着什么 老天还在动啊 马上雪花就要飞舞起来 冷饮一杯舞 这是在邀请朋友嘛 朋友也罢 诗人也罢 此刻还都坐在自己家里 是一种静态 可是呢 诗人心动了 像朋友了 然后怎么办 然后他可能就让一个小童 带着他的诗 去到不远处 他朋友的家里 那可想而知 朋友接到这么一个邀请 一定会来呀 那这不又是动起来了吗 每一句都是动和静的结合 静中有动 就感觉特别的有升级活泼 再看第三号啊 情感显示 一首诗写得好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不是写景 也不是写事 而是要写情 在这首诗里 就是要写出喝酒的感情 大家都知道 唐朝的诗人呢 大多数都是喜欢喝酒的 最著名的是李白嘛 号称是天子忽来不上船 自称臣是酒中仙 那李白喝的是什么酒啊 他自己说的很清楚啊 金尊清酒斗十千 玉盘真秀值万千 李白是一个有豪气的人 他的朋友也都个个豪气甘云 不惜一致千金 所以你看他喝的酒好 是过滤过的清酒 是值钱的酒 那喝多了 钱带的不够怎么办 那就得拿东西去换 所以你看当年三品大员贺之章 不是用金规换酒 请过李白嘛 那所以讲 李白的酒是豪酒 那不光是李白喜欢喝酒 杜甫也喜欢喝酒啊 那杜甫怎么喝酒 杜甫自己也说过啊 酒债寻常 行处有 人生其实 古来行 你看李白是用别人的金规换酒喝 杜甫呢 是自己借债买酒喝 那他为什么宁肯借债也要喝酒啊 哎 因为感慨呀 人生七十古来兮呀 年纪一大把了 因事如成 所以他喝的是闷酒 李白喝好酒 杜甫喝闷酒 白聚喝什么酒 哎 白聚喝的是咸酒啊 你看 绿以心配酒 他这个酒啊 没有过滤是啄酒 还有泡沫 但是呢 虽然不那么好 是自家新娘的酒 不用去买 更不用借钱去买 哎 这就是小康人家 那他喝酒的地方 既不是李白常去的那种大酒楼 也不是杜甫光顾的那种小酒馆 他就是在自己家里 对着一个小火炉喝酒 那谁跟他一块喝酒呢 既不是像李白那样 招一些一掷千金的大官显贵 在这些人面前逞一起出风头 也不会像杜甫那样 自己一个人在那赶食商事 忧国忧民 喝闷酒 白聚一就是在想喝酒的时候 就叫一个住得近的朋友 这个朋友呢 也不需要多有钱 也不需要多有名 也不需要多有才 他可能只是一个 跟白聚一年龄相仿 情气相投的老头 啊 两个人都没什么事 就一起喝喝酒聊聊天 这是多么闲适的生活 也是多么闲适的情调啊 那为什么白聚一 这么喝闲酒是闲情呢 大家要知道啊 白聚一是中唐诗人 那时候啊 安史之乱已经结束了 唐朝已经走过了盛世了 所以呢 他不像李白那么豪迈 总觉得天生我才 必有用 千金散尽 欢赴来 啊 他也不像杜甫那样伟大 总想着安德广沙千万间 大必天下韩世 聚欢眼 啊 白聚是个好官 经常替老百姓办事 也想要写诗 来反映现实 来改良政治 可是现实很黑暗 他最后发现自己做不到 而且呢 还被贬了官 那这时候白聚一样就转而独善其身了 哎 过自己的日子 交自己的朋友 在自己的小天地里 做一个快乐的老头 别人讲老鸡的诗俗啊 是说他的境界没有那么高 但是呢 生活本来就相对平淡嘛 在平淡的生活中 享受一点摸得着 看得见的小快乐 享受一种悠然自得的小心情 其实也是一种不错的人生选 所以白聚的贤士诗啊 在以后的时代就有很大影响 那种亲切优美的语言 悠闲自得的情调 就让后来的好多文人都称道不已 其实咱们现在想象一下 古代文人的生活 不也还是往这个方向去想嘛 我们之前讲过建安风谷 建安风谷自然是好的啊 但是如果说到文人情趣 其实也不能算错 这就跟中国哲学一样 一阴一阳才是道 那总结一下 这首诗讲了什么呀 我给大家讲了白聚这个人 讲了中国古代的酒 还讲了古典诗词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流派 叫贤士诗 下一首呢 跟大家分享刘雨昕的 元和十年 自朗州至京 戏赠看花诸君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待会儿